信任不在,离灾难就不远,人这一生,信任和真情不能丢,信任就如一张导纸,一说就破,现实生活中,信任是一张通行争,没了信任,大家都会默默的疏远,都说,找一个可以说心里话的人真难,被伤过的人,会变得小心谨慎,被人欺负,有苦有赖也只能自己厌,自己在外的种种也不想被人知,转身一走。 更是没看见,被欺骗或是出卖,都是一件让人窒息的事,感觉找个说真心话的人真难,人心怎么会这么多变复杂,为什么自己真心相脱的情,竟然会在背后捅自己一刀,感觉内心的瓶颈都被打破了,跟信任一样脆弱的是真情,一旦回了,就永远都清澈不了,真情如尽,一旦碎了,就没办法反好如初。 人心只有一颗,伤了就难以补权,放弃爱,所以哭着说自己会原谅,可是他最终还是绝情的走了,说不爱是假的,但是心被伤透了,暖一颗心需要很多年,可量一颗心只要一瞬,被伤透了的心,永远都有深深的疤痕, 一想起还是会隐隐作痛,对你好的人,真情待你的人,一辈子也没几个,不要往人家的心口上捅了一刀,真情只有一回,失去了就永远都失去了,在神的情也会淡薄,在龙的意也会无痕,人身游子,纵使漂泊,那种经历,也是数千个擦颠而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